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闻不過淚 我是Vitro 黃瑞秋 杜伯王子事件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除了大家欣賞到他出色的歌喉之外 我們說說的5億美元在行內是怎樣看的 這些是行內人士最有資格說的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最近寫了文章 錢志健曾經擔任全球大型倫敦上市對沖基金地區主管 目前來說是一家家族資產公司董事局的成約 錢志健在香港《大紀元時報》網站的專欄文章裡說 佛杜伯王子在香港疑似開辦家族管理公司 用5億美元作為總子基金 洩錢然後想再大搞 整件事情真的有點吊詭 錢志健因為曾經在全球大型倫敦對沖基金公司作為地區主管 之後要做籌集資金的工作 除了整個亞洲之外 也到過中東等地方 要造成一項大型的注資 例如5千萬或1億美元 是絕對不容易的 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 他說除了專注機構性投資者 家族基金也可能是吸納的對象 錢志健說因為工作的關係 曾經接觸過一些所謂的中東王子 拿督和政協 有些的確是有實力的 也有不少只不過是代理人 我想錢志健說的代理人 即是官員不方便讓人知道 為什麼有這麼多錢 所以就找人做白手套 做代理人 幫他出面處理資產 錢志健說 現實世界 拿督和政協 多的事 錢志健說 什麼才算是大戶呢 大戶的BB班 即是最低的定義 可能是指50球種子資金 用美元來計算 一球就100萬 即大概4億港幣左右 如果杜拜王子的家族 即是可以拿出5億美元的話 即是40億港幣來香港起壇的話 的確也是一個相當的數目 因為大部分人都沒有50球的美元 所以杜拜王子用40億港幣作為開始的話 也算是不錯的了 錢志健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杜拜王子是代理人 幫他的家族出面 來管理資金的話 這個數目真是大數 他說李家超 陳茂波等等 上到中東地區去集資 是因為香港還有殘餘的金融中心地位 但不要忘記 這個曾經的國際都市 已經不是世界金融中心了 新上市的IPO很差 更加大件事是信心問題 至於真正的大戶 也要10億美元計算 真正的1 billion 即大概80億港幣 香港大紀元網站有很多東西看的 大家可以去這個網站 瀏覽每日的新聞 說到新上市IPO 彭博報導說 因為商業拼購和IPO業務乾堂 有跨國的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 現在縮減香港的營運規模 四大會計師樓之一的北馬威 預計最早會在這個月 關閉香港聯營的 福利沙律師事務所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Big Four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就關閉香港的公司了 另外一間Big Four 安永 在今年1月份 已經關閉了香港的關聯律師事務所 林珠律師事務所 近幾年來 香港股市上市規模已經大跌了九成 上月底 連阿里巴巴旗下的材料物流都不支持香港IPO 宣布要撤回IPO IPO是首次公開募股 他說主要考慮兩個方面 一是戰略考慮 另一是股價問題 他說目前市場低迷 缺乏流動性 硬要推動都沒有異異 即是說這些大陸公司現在在香港上市 集不到資好弱 因為IPO市場萎縮令到一群投資銀行財源 失業潮已經浮現了 以前異氣風發的銀行家 現在變成了迷失中環的一代 這些投資銀行家就開始叫苦連天 香港的年半裡 高盛、摩根大通、花旗 就在亞洲區進行了多輪的財源 現在在香港找工作的非入門級金融從業員 有幾百人 有人被裁後年多 17個月都未找到另一份工作 但預計裁員仍然會陸續有來 令外國律師行生意不好 還不單是因為大陸和香港經濟低迷 彭博還引述國際獵頭公司Lateraling說 近年來中國國內因為推動外國主義 中國的商家因為壓力 傾向於聘用國產律師行 令Big Four和其他外國律師行的生意難做 另外 中國的律師行近年來因為請了很多在美國接受過培訓的律師 來提供價連密美的法律服務 所以搶了不少跨國律師行的生意 現在有多間的律師行在減少在中環的辦公室面積 全球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的歐華律師事務所 已經將在中環交易廣場的辦公室空間減少了大約5000平方呎 還有香港歷史最悠久的Dickens 將會退租在中環麗山大廈其中一層的辦公室 當然他們也解釋到 除了財務和市場的情況之外 還有其他因素 例如彈性工作方式等等 其實所謂的財務和市場狀況 即是沒有生意 大家可能覺得幾百個人沒有工作 很小事而已 但其實很重要的 資深銀行家吳明德教授說 為何整個金融銀行業務對香港這麼重要呢 看看參與的人數和他對香港經濟貢獻的數字就知道了 因為金融服務業參與的人數 即是佔了勞動人口的7.5%左右 但整個金融服務業就佔了香港GDP的23%左右了 所以金融服務業帶動香港GDP的增長價值是最高的 吳明德教授說在過去三年裡 那些投行不停開始裁券 那些投行表面上是全球裁券 但暗地裏是把那些人從香港搬去其他國家 即是說表面上好像財都很少一圈 以為還有很多人留在香港 但其實不是的 把那些人搬去其他國家 其實都是消失了的 他說也有些人搬不去 或者不可以搬去 就唯有財走了 特別是那些國際大投行 例如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史丹利、花旗那些 如果從這些從業員在證監會的牌照來看 持牌照的從業員就減少了600人 而大部分都屬於這些投行 這個證監會牌照包括了上市代表、監察證券行的人數 總人數其實是不少的 接近4萬5千人 說在4萬5千人裡面減少了600人 表面上看就不是很多 不過你要知道減少的全部都在投行裡面 他說從《港版國安法》到23條 這幾年看到的就是投行撤退 公司的資金不來香港 變成了沒有什麼IPO的增長 另外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香港之所以迅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就不單是說做銀行的金融業 而是做資本市場的金融業 才可以打得起名堂 錢是有眼的 過去三年裡面 你看到那些大投行 是陸陸陸陸陸陸不出聲 不會高調地說話 但是裡面工作的人是知道的 他們是一步一步撤離香港的 再加上現在資訊科技發達 就變成了如果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些員工已經遠離了香港了 因為這個涉獲到政治穩定性 和員工的人身安全 如果要工作的時候 他隨時可以叫人過來做 他說 替別人重新去接受來香港做的話 就要有條件去講 條件就是很簡單的 用回以前的法治制度 而不是用現在優化了的制度 另外 最近很多香港上市公司都公布了業績 HKTV Mall全香港最大的網購公司 而它的利潤 竟然跌了差不多八成 什麼回事呢 最近HKTV Mall的母公司 香港科技探索 公布了去年的業績 順利4532.1萬 按年比2022年 跌了78.6% 2022年的時候 也有2.12億 這是在說利潤 其實銷售金額 2023年和2022年比 不是相差很遠 待會再跟大家說 銷售金額有多少 它用了很多錢 做股份回購 和有些新技術項目 虧損和折救了不少錢 公司的公告說 是考慮到長遠的生存目標 面對當前社會和經濟體系的結構性改變 集團會加強各方面的投資 和積極開拓香港和海外的新業務 也看到它積極賣賣給英國那邊 他們去年全年的訂單總商品交易額 是84.24億 按年升了1.7% 這個訂單總商品交易額 是未扣除回贈和優惠券 這些宣傳開支 集團的公告說 原先他們的目標是2026年 即過兩年之後 希望可以有120億的交易額 要達到這個目標就不容易 而且有可能需要延遲多幾年才可以做到 多幾年即是差不多2030年 誰知道2030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這作為目標是希望 即是說說說 對於今年的零售市道和前景的看法 他的老闆王維基就說 香港大部分的零售企業都反映出市道極具挑戰 即是說市場不太好 不太多人買東西 他個人就相信 未來一兩年都需要謹慎面對 即未來一兩年生意都不會好 他重新就說 相對於內地和其他地區 所以目前香港網上買東西的人 比例就不算多 屬於偏低的水平 又是譬如說你去外國 要開車才能買到東西 很多人寧願在家裡網上購物 香港人實在很方便 上班和下班途中都可以買到東西 好過網上買東西 在家裡只等貨送上來 更加不方便 所以很多人寧願自己去買 王維基還說 由於中產人士佔了他的客戶群一定比例 不想消費 未對他集團的生意構成太大影響 即是說不想消費 淘寶這些 就不太搶到那些客戶 那些客戶是中產多 我就問了那些朋友喜歡買什麼 他們就說喜歡買生活用品多 有些朋友女性就說 喜歡買護膚品和化妝品和平衡進口特別便宜 那些淘寶和天貓 就感覺比較假 就算是真的那些品牌自己開網店也好 那些價錢更貴於HKTV Mall買的平衡進口 其實就不止HKTV Mall 政府統計處最新公佈說 2月份零售業的總消貨價值裡 網上銷售佔了6.9% 臨時估計23億 比去年同期跌了9.9% 而1月份更厲害 比去年同期跌了21.2% 如果說不只看網上銷售 看整個香港的零售業來說 2月份零售消貨價值 政府的臨時統計是338億 按年和去年比升了1.9% 這個數字非常差 我等等解釋為什麼 這個升幅高於1月份的0.9% 但遠遠少於市場預期的4.8%的升幅 你別以為數字至少會升很厲害 但去年時是2023年疫情 是3月1日才解除口罩令 才全面復償 即是跟疫情比的話 即是升了1-2% 還有通脹呢 2023年整年的通脹1.7% 即是減了通脹的話 等於跟疫情比沒有升過 現在的生意和疫情時一樣差 近來香港的零售和飲食界一片哀嚎 出現零售劫業潮 Facebook的全港店鋪結業消息關注組 就有很多人關注 現在越來越多人用腳去投票 很多香港的外資都撤走了或縮減 而香港最有消費能力的中產 很多都成家移民 來香港的人很多是沒辦法走的 也有很多人心灰意懶 也可能來香港面對著樓價和股價都跌了 在財富效應之下 資產貶值 又擔心又不開心 就不消費那麼多了 跟政府政策 社會環境的改變是脫不了關係的 更加就不用說 香港少了很多外國的商務客 原本充滿活力 一個生金蛋的我 名副其實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 為什麼要劏了它呢 表層的原因大家都知道 但今天我想探討一下 更加深層的原因 背後中共的底層邏輯 先說兩件事 台灣花蓮發生大地震之後 收到88個國家的慰問 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 美國代表向台灣表達慰問的時候 中共代表謹爽 竟然就代表台灣感謝國際關心 台灣政府譴責中共 利用台灣的地震 在國際上進行認知作戰 這些無恥的行為 而且拆穿中共雖然聲稱高度關切台灣的地震 但在地震的當日 仍然派出中共軍機和軍艦擾台 另一件事就是說 中共竟然在內蒙古裡 起了一個台灣總統府的模型出來 來進行軍事入侵訓練 而且將衛星圖大家都看到 美國傳媒商業內幕報道說 在美國三藩市的私人地球成像公司 叫做Planet Lab 提供的衛星圖像道就看到 在內蒙古的沙漠裡 有一個軍事訓練基地 中共建了一個台灣總統府 和附近的街道模型出來 這個街區包括了大部分台灣的行政大樓 例如總統府、最高法院、司法部 和台灣中央銀行 而且這件事還得到了交叉證實 另一間可以拿到衛星圖像的監測公司 叫做Force Analysis 在法國電視台方士24 確認了這張衛星圖像的真實性 以及說中共從2021年3月開始建 大約用了一年去建這座台灣總統府的複製品 而且不僅 一早在2015年的時候 中共已經在內蒙古 複製了另一座台灣總統府的建築模型出來 而最新披露的這座模型 這個新的複製品 比以前那些更有細節化 挪威的漢學家馬克蘭泰烈分析 認為中共在加大對台灣的敵對行動 他推測說 如果是簡單而空襲的話 中共可能不會用這麼大的力氣 去複製台北核心地區出來 這應該牽涉到陸地軍事行動的準備 即是打地面戰 他說打城市戰是最困難的軍事行動 所以北京自然會為這件事做好準備 其實最終無論打不打都好 外資最擔心的就是地緣政治風險 做生意港的風險管理 到時好像俄羅斯入侵沃蘭那樣 立刻就被歐美停了Swift 俄羅斯兌換不了美元 內資要立即撤離 外資的損失會很慘重 中共的恐嚇和派軍機和軍艦去擾台又起無形 釋放出打台灣的信號 結果毫無疑問就是嚇走外資 對台灣是這樣 甚至現在不惜摧毀香港這隻色生金彈的我 中共為什麼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損人不利己呢 就因為中共有深深的恐懼 首先說個概念 先不先 共產黨的政權 既不是中國傳統的軍權神授 也不是民主選舉 就毫無執政合法性可言 中共最認為的合法性 就是這幾十年來經濟發展 你看到的就是 中共的策略宣傳說自己集中力量辦大的事 大力發展經濟 說什麼大家犧牲民主自由 有集中力量 就可以發展經濟更加有力 但這其實是一個謊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下滑 政治高壓 民怨沸騰 國際社會 漸漸認清楚中共的欺騙手段和人權惡行 對中共制裁和邊緣化 令中共這跟人說的 什麼政治合法性經濟發展 就不再那麼好用了 因為是一個謊言 同時間 台灣和香港都好像兩塊鏡一樣 都是中華民族 同樣的文字和語言 台灣和香港 一個是有民選政府的民主體制 一個是實行資本主義的法治社會 經濟發展得又好 但被中共專制極權統治的中國 經濟差 民生疾苦 而大家看到的就是 中國大陸不單止沒有了民主自由 連錢也沒有了 而中共的貪官和高官 就轉移他們的資產去到海外 加大司徒 中共的合法性危機也越來越大 中共要保住它自己 要維護它的生存 它就要打爛台灣和香港的兩塊照妖鏡 因為這兩塊照妖鏡 可以對比出它的醜陋 它以為打爛了它 它就看起來沒那麼醜 講白一點 這些就是中共的恐懼和妒忌 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轉移視線 轉移矛盾 其實在大陸一樣是這麼做的 當發生了什麼大事情的時候 例如疫情 八指革命 貪官引起的民権 鐵鏈女 在這個時候 就會有什麼明星被人抓了 那單娛樂新聞 就被炒作到很大 用來轉移視線 這就為了令人忽略真正的問題所在 中共一陣就說香港亂 一陣就說台灣應該被統一 一陣就說美國不好 其實都是這個思路 中共一直就好勇鬥狠 它以前的做法就是搞階級鬥爭 挑撥民眾鬥民眾 其實現在是換湯就不換藥 它挑撥那些被外國的熱情衝分頭腦的人 去破壞其他中國人的日本車和美國車 它挑撥那些沒有辦法得到完整資訊的中國人 去憎恨和批判台灣和美國和香港的民主人士 大家就這樣 被中共玩到騰騰轉 忙著去罵香港 罵台灣 罵美國 去鬥這個鬥那個 聽著中共說 這個不要說那個衰 一言堂的宣傳 轉移了視線 將怨氣發視在中共指定的所謂敵人身上 就忘記了真正的似作俑者 殺中國人殺得最多的就是中共 但是中共就靠這些欺騙的手段 當然還有暴力鎮壓 去維持自己的生存 我知道現在多了很多新的觀眾來看 新的觀眾未必聽過我說的 中共在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中 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 製造了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 令中國經濟倒退了幾十年 整死、餓死了幾千萬人 之後搞什麼改革也好、開放也好 其實經濟的發展是因為中共原本就把中國人束縛得好死好實 然後中共看到自己有執政危機 就稍微鬆了一些磅 中國人就自己一點一滴地把經濟建設起來 其實這些原本就是中國人應該有的 而且應該得到更加好 你看看其他的環社會 香港和台灣就最明顯了 中共最奸搞的就是 它還要人對它感恩大德 好像不要去中共就什麼都沒有 中共的目的只是為了維持它的集團利益和獨裁政權 中國這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 是中國人在仍然受到中共的嚴密束縛下 得回來的新爐成果 但這件事就不單止沒有令中共放下屠刀 反而被中共蝕取了 用來作為它所謂的執政合法性的理據 今天新聞不過你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拜拜